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这个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传记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传记一书章节,第十章部分内容 成立帮成红荡上布朗大学访问学者 知情人士告诉笔者,成立在1991年至1996年,在美国布朗大学担任副教授期间 把李克强的夫人,自己的亲妹妹成红也搬到了美国,当上了布朗大学的访问学者 知情人士还透露说,妹妹成红在布朗大学期间,正赶上姐姐成立与施春风发生婚外情 并经历了成立与杨卫的婚变 据知情人士称,当时妹妹对姐姐婚变的态度,当然是偏向于姐姐 何况当时正是成立由说施春风,并由施出面 才让布朗大学接收成红为访问学者 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成红是不可能进入布朗大学的 前文还提到,杨卫曾在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时透露 自己的儿子也是这大毕业生 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杨卫所说的这个儿子,就是他与成立所生的,名叫杨月 目前正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实验室深造 有关成立与杨卫的儿子,杨月长得到底像谁 也曾是留美学生热议的一个话题 有网友称,杨月除了眼睛和身材长得像父亲杨卫外 其他的都更像亲生母亲成立 儿子比他爹更有气质,像他老妈 2011年3月7日,网上出现一篇题位 陆永祥 杨卫你别傻了 白春里在沙特见到你前期成立的文章 谈的是中科院副院长白春里访问沙特与施春风会面的新闻 2月25至26日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里率代表团访问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施春风教授会见代表团 中科院副秘书长、研究生院党委书记邓永等陪同访问 访问期间 研究生院与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签署了学生交流协议 确定设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联合培养项目 根据协议 双方在互任课程学分共同指导的基础上共同资助研究生院学生 其中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将为中方学生提供奖学金和覆盖大学学习的机会 参加此项目的学生还将获得研究生院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两名导师的指导 学习结束并通过答辩后 学生可获得研究生院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分别颁发的毕业文凭和相应学位 此行代表团还考察了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科教设施和科研环境 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成立于2009年 位于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的吉达港 面向全世界招生 其创办宗旨是促进沙特阿拉伯和全球的科技研究水平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为大学捐款100亿美元 大学校园全面落成后将可以容纳2万余名学生 雄厚的财力基础 一流的科研设施世界集学者的加盟 使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自成立之初就保持着迅速发展的态势 至于白春里在沙特是否见到了杨卫的前妻成立 这篇官方报道并未提及 但既然施春风出面会见了 这样的场合若缺少 现在已被称为交际花的成立 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哥哥父听姐姐正确 本书第一章已介绍过 李克强的父亲李凤三有两任妻子 与第一任妻子生有长子李克平 与第二任妻子生有长女李小晴 次子李克强和三子李克明 有关李克强同父异母的兄长李克平的信息不多 按时间推算 李克平应该出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 因为五十年代初 父亲李凤三与凤阳妻子曹丽俊结婚 并生有大女儿李小晴 随后一家人在1953年左右离开凤阳 搬到合肥 海外媒体在李克强的兄弟姐妹时 称同父异母的兄长李克平曾任安徽省计划委员会副厅长 这一说法不太准确 在1996年4月4日 安徽省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晚工人自1996 14号中 提到了李克平 经研究决定 李克平任省计划委员会助理巡视员 从当时的情况看 李克平这个助理巡视员的行政级别 相当于副厅级 至于后来 李克平是否荡上安徽省纪委副主任 而不是副厅长 现已无法查证 不过 在1999年安徽省公布的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公报》中 安徽省计划委员会 安徽省交通厅 安徽省油电管理局 安徽省民航管理局 黄山市计划委员会 黄山市交通局 及郑市桃李克平等人参与的黄山地区综合交通与通信规划研究项目 荣获了二等奖 根据上述资料 我们可以判断出 李克强的兄长李克平在90年代后期 一直都在安徽省纪委工作 其职务可能仍是相当于副厅级的助理巡视员 到了2000年后 60多岁的李克平也到了退休年龄 退休前李克平还是安徽省制计划统计制编转成员 李克强的姐姐李小晴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 一直生活在合肥 在相关报道中 李小明曾在2005年至2006年担任安徽省国资委信息处处长 后来信息处改位信息中心李小晴仍担任主任 也有资料显示 李小晴在安徽省国资委任职前 曾在安徽省粮食局信息中心 安徽省经济委员会工作过 李小晴是安徽省信息协会常务理事 据当地媒体报道 2006年春节前 省国资委信息中心李小晴主任 及企业信息化专家到安徽机场集团公司 检查指导民航机场信息化建设 并且为民航机场集团公司旅客离港系统获得省企业信息化成功类项目 颁发了奖牌和获奖证书 李小晴主任指出 以信息化促进企业现代化是必然趋势 可以为企业管理增添有力的保障 信息化建设是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优势发挥的好 可以实现花较小的投入 创造最佳的效益 为企业增值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民航机场集团公司的信息化建设 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系统建设 包括进一步统一信息化建设规划 统一规范和标准 健全组织协调和保障机制 信息化数据资源和人力资源 及待统一整合 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 信息孤岛 重负建设有待逐步解决 李小晴还说 机场集团公司是安徽省对外的重要窗口 是高科技密集型特殊行业 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优质资源 提高民航机场信息化 自动化 规范化水平 融入数字安徽发展战略 加快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 和现代化企业管理的新形式 安徽企业网2005年10月初的消息称 9月26日 省国资委在华伦瑞亚国际大酒店 召开安徽省企业信息化项目评选专家评审会议 省国资委信息中心主任李小晴 及省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国资委 经贸委 知名企业 大专院校 TI厂商的代表 专家 学者 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 李小晴就评选活动有关工作 做了简要说明 部分专家畅谈了4个月来 分别到合肥 邦步 淮北 淮南 除州 同龄 安庆 吴湖 马鞍山 博州 宣城等地考察企业的感受 思考和建议 到了2006年以后 安徽省官方和当地媒体 就莫再出现有关李小晴的报道和介绍 可能与他已经退休有关 6 2 imientos 确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